欢迎收听今天的开箱婆罗洲之婆罗洲有话题 那目前呢我们就看到沙拉越的单日确诊病例 还是位居全国的首三名 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蛮让人担忧的 那随着沙拉越进入国家复苏计划的第三阶段 部分经济领域也陆续开放 人们的生活看似慢慢的回归正常 那与病毒共存的意识以及日常的防护措施就必不可少了 因此武进南市市政局就委任了56名社交距离宣传大使 那顾名思义身穿蓝色外套的他们会走上街头 确保民众有遵守社交距离 提醒大家要做好防疫的工作 那今天的婆罗洲有话题呢就会有我 Ivy还有美玲呢来为大家主持的 今天非常开心啊 有幸可以访问到有义务活动的发起人 也就是古今的男士市长黄鸿胜 还有活动的执行团队 大马青山沙拉越区的辅导主席张鸿权 以及静汉联审华人社团总会妇女主主任张慧娇 来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是怎么样去推广 还有提升民众的防疫意识 三位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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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非常谢谢三位上到节目来哦 那当初呢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义务活动刚开始的发起 还有这一个构思的想法呢 是由市长黄鸿胜 来想到的 市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为什么当初会想说 要推动这样的一个社交距离宣传大使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看整个疫情的时候 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在enforce整个SOP的时候 是由这个警察 还有ATM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政府 就是市议会 全部的参与 所以当他们参与在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在人手的这一方面就不足 那我觉得我们尽量的在 因为它是三个团体合起来的嘛 那当这三个团体合起来的时候 那个人数是还可以调整的 就是说整个市场的enforcement的那个 还是可以实行的 但是我觉得当你在看到整个 这个SOP在改的时候 说公园已经慢慢 说要公园也不可以 不可以给多少个人进去 小孩子也不可以进去等等 我们就发觉到 因为如果是要把整个SOP都 以我们的司法人员去的话 就是enforcement per se 就是我们的enforcement 其实我们的enforcement 如果在外面走动的话 或者是司法人员 那不会超过50个人 那以人口来计算的话 那我们就绝对相信 这个力量是绝对不足够的 所以因为在这一点呢 我们就看到就是说 这个当然我们也是看到 在网易上有一个video 很好笑的一个video 就是很搞笑的 他们在讲这个social distancing的大事 所以我们的呢 我觉得就以这种所谓的volunteer 就是以义工的方式来召集 那我也希望说 因为在这段期间 也能够训练更多的年轻人 跟一些这些婚人能够出来协助我们整个社会来维持这个SOP 因为我觉得整个团队在形成的时候 其实我们大概用了整一个月来召集全部的人把这个概念告诉他们 所以我觉得他进行了蛮顺利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呢 当然我们不是去释法 但是我们是尽量在提供他们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 SOP的东西呢 就是说当这个顾客上门的去到高低点 去到哪里的话 他们大致上顾客永远是对的 那有的人也不要去所谓的去得罪顾客嘛 不敢去提醒他们 对啊 他也不敢去提醒他们 那有的你好言相欠的话 还可以 但是有的人就是根本听不下的 所以我觉得以我们这种大使的身份 跟他们一些年轻人 然后一些妇女们能够去跟他们沟通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在南市呢 我们还坚持着一个东西 就是说能够的话 尽量不要去恐怕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疫情 很多人失业了 经济上也不是很好 那我们既然能够避免的话 那我们就尽量出去 就是以一个大使的身份 跟他们解析 因为enforcement一到的话 他一到的时候就是一千 你要那很 那个所谓这些营业者 OK 将会恐怕一万块 我觉得你现在跟人家讲一万块 他要在一个月里面去赚 我觉得赚不到 尤其是咖啡店这种情况 所以我觉得尽可能我们以这种 我觉得从开始到现在 二十多个月了 我的走法就是说 尽量以这种教育的方式 当然我觉得教育也是有一段时间 我要感谢JCI 在这一块他们 不进的 当我们行程以后 我们就说 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华总的妇女 主的团队来参与我们这里 所以整个团队就行程了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宣传大使 刚刚市长说的 他其实不是执法单位 所以大家不用特别 他绝对不是 他绝对不是带着说要来 要你缴一些什么罚单还是怎么样 他其实只是口头上面的 是劝说去教育你 就提醒说 社交距离要保护好 或者是在安排座位 特别是对于商家 安排座位的部分 有哪一些标准 是你需要去遵守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宣传大使 目前你们的活动范围 都是聚集在南市的公共场所 像是菜市场 市集 饮食中心 就是这些人会比较容易聚集的一些地方 想问问 惠交 你们接下来会不会考虑说 要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呢 因为这个范围再扩大的话 我们可能是会去公园接下来 不过我们都是在配合我们的市长 南市市长跟市议员他们 因为这个都是因为我们 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他们一起配合 所以市长的话呢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有想好说 接下来下一个地点 大概会选在哪里吗 我觉得下一个地点 我们应该会选择在这些优险的地方 就是在公园啊 人家在散步的时候 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散步的时候 大家跑着跑着就粘在一起了 对对对对 他们走走 哎你好吗 就开始了 所以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三个 那有的还是 就跟邻居一起来的那种 所以就整体的在走 当然你可以看到的是说 大致上我们的公园 因为那时候这个疫情是百年 只见这一次 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infrastructure等等 都是不适合现代的这种 new norm的那种新常态的那种操作 所以我们大致上如果他们能够保持距离的话 我觉得那是蛮好 当然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去公园 你才可以做运动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大致上这里的邻居 但是有四五位 都是在我们这里 早上的时候六点多都在这里的neighborhood的地方走 他也没有公园 但是他们也是在运动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全部挤在一起 那当然我也劝导大家 不要在太阳这么晒的时候 11点12点的时候 然后再觉得要避免那些多人的时候 提早到时会中暑的 因为我们也亲眼看到有人中暑 就是这样倒下去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 尽量只要你们保持距离的话 那我觉得在哪一个地方 其实在你家外面的整个extech你都可以走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运动的方式 它将可以成为很多种 自己可以维持自己的SOP的方式来成立 所以我觉得公园将会是我们下一个回去找的地方 好的 那我们就知道目前你们是有56位社交距离的宣传大使 其实以目前的行动量 刚才市长也有说到 其实这56名目前在男士范围以内 其实是不够的对不对 那很好奇目前你们会不会有接下一步的打算呢 可能要增加这些人数 而你们又是如何去筛选这些宣传大使 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标准呢 可以请Thomas来和我们说说 OK 人数方面的话 只能说这个由市长去或者男士方面去决定啦 因为肯定还是要再增加的 为什么呢 因为股进算 你说一个小的地方也不小 你说大它又不会太过大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只单单说这个男士的整个区内的话 我觉得至少这里的人口也有好几十万啦 所以二三十万如果到二三十万来算的话 这样我们差不多56个人啊 一个人呢大概要超过五万 五千个人吧 所以如果照这样的数字来算的话 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你说如何去筛选这些大使呢 我觉得只需要 只要是一个积极的公民 如果你想为这个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OK 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一个好心态的这个年轻人也好 或者社会人士也好 只要你有这个心的话 其实我觉得男士都愿意 让你们来成为我们的一个社交 社交距离宣传大使吧 是吧 那你们都不会希望说 我们的妇女组 我们妇女组有受一点点限制了 怎么说呢 我们是限制他们在60岁以下 然后他们要完成 那个两剂的疫苗 然后健康 行动方便 OK 所以你们会不会希望说 可能可以增加多一些些的年轻人 毕竟你们的活动量真的很大 然后你们要 就像刚刚说的 要一直去很多的地方 然后你们的这个活动的时间 好像也蛮长时间的 对吗 Thomas 可以这么说 我们只要 我觉得这东西是大家 SOP方面是每一个人都无时无刻 就好比现在我在工作 我在市长这里工作也好 我们都有一个 特定的这个SOP 我们每个时刻都要去跟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SOP的东西是无时无刻的 就像可能我们的这个56个大使 可能中午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 这些大使 他们可能会去一些地方吃东西 吃东西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制造成一个 awareness的这一个方式 就是也是顺便提醒大家 必须要保持好这个SOP 保持好这个社交距离 我觉得这个意思是必须要去做得到的 是 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已经进入到后疫情时代了 所以说这个防疫的意识真的 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面 你知道吗 然后要很自动的知道要怎么做 而不是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不要再透过别人的提醒来完成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你们现在的这个宣传的这整个布局 你们所活动的这范围 目前是以市区为主 那很多人都很好奇 你们会不会尝试说想要到工业区 或者是偏远乡区去做巡视呢 因为可能在工业区的那些工人们 又或者是偏远乡区的那些居民们 他们的这个意识可能还是更需要去被提升的 市长你怎么看 哦 市长 其实我觉得工业区这一块呢 我们就由这些SDNC属下的就是这些检查的这一个部队 他们去直接去处理 那因为大致上这些工厂工业区等等 他们都有一定的本身的SOP OK 所以整个当然如果我们要进去的话 我们绝对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还要去apply 也要得到他们的允许 因为他们怎样也是走进他们自己的一个工业区 所以那我觉得除了工业以外呢 我们接下来会走的就是走进这些shopping mall的地方 OK 人比较多的地方 很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比较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拿Permit 或者拿Warrant等等去去那个地方 因为那是属于这个市议会所给的Permit跟License盈利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不去了解 当然我们每次在Facebook 你可以看到一些评译等等 OK 就是说他们把整个股进式规划是 很像是指示难事而已 其实当然每个人都知道 到南市北市 但是有的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去接受 当然如果是一些投诉等等 我们会帮市民们去投诉给主办当局 但是如果是在于司法方面的 那我们就不可以垮进去 因为这些不属于我们范围之内的 对不对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的话 OK 我们还是会尽力的去接受 因为我觉得当市民要把他们的这些意见给提成上来的话 第一你应该觉得很欣慰 因为至少他们已经有这种归宿感 他们觉得这个城市是属于他的 我有钱发言 但是在于整个发言方面 我觉得整个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带到 然后你要有结果的话 我觉得那种接触是很重要的 OK 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平台 就包括我们的IP4也好等等这些 然后我本身也有每个星期就做一个Facebook 所以让人家进来 所以重点就是OK 当然就是整个比较大的一个 我们不能够去介入 但是至少我们在于我们的范围之内 就在我们男士里面 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就去配合 好 那其实我们就有发现 有部分的民众他的防疫意识还是很薄弱的 或者是有很多人或者是商家 明明知道要遵守防疫的SOP 可是他还是装作不知道 或者就是没有去执行 那很好奇其实你们觉得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这样的现象呢 而我们又可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或许请惠佳来和我们说说 OK 我们杀兆人民对这个 我们的防疫和安全意识 他们现在有一点点放松松节了 因为我们现在随着沙洲复苏的计划 然后许多行业都已经渐渐开放了 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开始以为病毒已经走了 所以政府放松典序 对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继续关注 我们的疫情的讯息 还有我们的防疫措施 然后我们应该要终守最新的防疫措施 因为各行 还有各行各业的标准 那个SOP的程序 对 我们不可以麻痹 有时候我们会麻痹这个大疫 这是松节思想的 我们很多人民都是这样 就是认为哎呀 要不要紧 就是这样的 以疫固存 所以他们会犯说 有时候会拆下口罩 或者是清聚这样 就是像晚上的时候 他们就会去喝酒 因为喝酒的时候就是会松开 近距离的接触 而且没有戴口罩 对 这个都是我们 其实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 然后最好是继续积家 然后减少不必要的外处 然后不要聚会 然后尤其是我们家里有老年人 我们避免前往人员 就是比较密集的场所 然后我觉得是要戴口罩 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 最重要是要我们要注意 我们的个人卫生 还有要多运动 还有充足的睡眠和饮食精神 这样才能够做个健康的人 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力 去对抗这些病毒 认为我们的人民 是有一点点放松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有一点点放松了 刚刚慧交讲的 的确我还是蛮有共鸣的 然后就发现到 好像我们不是说到 要和病毒共存 要跟他相处 虽然有很多人听到这句话 又觉得说 我就是不想跟病毒共存 谁想跟病毒共存 的确没有人想 但是现在真的没有什么 厉害的药物或者是疫苗 可以帮助我们打败这个病毒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的和他保持距离 尽量的让他不要碰到我们 那其实刚刚讲到 沙拉越或古近人 对于这个防疫的意识薄弱 是因为可能大家松懈 或大家麻痹了 那你们宣传大使走上街头的时候 Thomas 你发现其实一开始 对于你们的到来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会觉得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 一群穿着蓝色外套的人 会有这样的一群穿的表现吗 吓死气 OK OK 刚刚刚刚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那一个被appoint的 这个56个人的这个 社交距离宣传大使 那时候被appoint 各一天不出了报纸 出了报纸之后 我就发现到 有一些人就在 可能在网上那边 制造一些 一些消息 一些叫rumors 他们说 这些人是被appoint的 有收了一些费用 所以他们一定要出来做工 OK 所以我想借助这个平台 也告诉大家 我们这56个人 完完全全是这个义工 义工来的 OK 所以你说 在外面他们会不会排斥呢 我只能说 一种 可不可以用那种 一种米两百种人 因为有些人就需要 要好言相劝 有一些人就需要真的是 比刀比枪这样子 他们才会真正的 要很严厉 对要很严厉 所以很多人的那个 整个形式都不一样啦 我可能可以做一个 最简单的一个比例啦 比较啦 一个例子 OK 就好比我 今天的这个马路上的红绿灯 红绿灯我觉得应该在80年代 90年代已经有了到 在马来西亚或者古近有了到现在为止 已经是大家都非常清楚 红灯就是停 绿灯行 orange灯就是准备要停 绿灯就是行 OK 为什么马路上闯红灯的人 不是那么多 这个就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啦 就真的 因为真的是很多人的这个形式 看法或者做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 不是人民的这个防疫意识变低了 是大家可能就可能 以那种心态觉得 可能没那么危险了啊 什么啊 可是我希望提醒古近人 或者我们沙拉越人 或者马来西亚人都好了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我们心中一定要有这个爱 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爱呢 你有爱心的话 你有这个爱的话 你就会想到 我有家人 我有家人要去照顾 我有爱的话 我有身边的重要的人 我必须要去关心的 今天我们可以不担心 我们自己中了 我们会怎样 就算我们不在了也不要紧 可是我们要想到一点 万一 万一这个 中的是我们 害到的是别人 或者我们关心的那一个人 我们心爱的那一个人的话 不小心 他万一真的不在了 你们心里过意的去嘛 如果你心里有想到这个爱 你有想到你身边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人物的话 我希望提醒大家 保持社交距离 带好口罩 照顾好个人的卫生 这些东西都 都要去执行 而且要更加非常严厉 严格的去执行 哇那Thomas 你刚刚的那段说法 说大家心里要有爱 我非常非常的认同 只要说 你能够想到家里的亲人 又或者是 你能够有同理心 为别人多多着想的话 那其实防疫的措施 对你来说 应该是不难去执行的 那刚刚你提到的那一番话 也是你在面对民众的时候说的吗 特别是当他们迷亡不灵的时候 跟他们说 这太长了 你家人好想 太长了 他们会问他关你什么事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就很怒急 如果真的是遇到那种 非常迷亡不灵的那些 很固执的 对那些市民 然后你们要怎样子去接触他们呢 怎样子还和他们劝说 嗯 嗯 应该通常民众的这个情况都会 市长 市长 你看 你看 哈哈 市长吗 市长你要做工了 哈哈 那市长你会怎么样处理 你会 你会怎么样去跟他说呢 其实我 我大致上 我们先会 会看他们的 他们所提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像他们解决 所以他会牵连到 其实还有别的课题会进来 OK 所以你第一点呢 你就要把整个局面给软和下来 嗯 就是说 呃我觉得 在在很多时候呢 呃我常说的 没有市民绝对没有市长 所以呢 市长的市民是要同等级的 是 所以你才能够跟他们沟通 你不好觉得说 我是市长 哼哼哼 我觉得我告诉你 市长可能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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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在于Facebook post上去的东西 很多还是不了解 很多对AeroSoul是什么东西他们不了解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 就是如果中了这个Covid 要怎样怎样 或者是在隔家距离又是怎样怎样 我觉得你会surprise 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所以可能这种公民的意识 还不能够到了那种层面 从上传达到最下面去 所以我觉得当然这种走动 就可能就可以带动的一些些 给人民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成为你的挡箭牌 我们是可以尽量的把这些资讯传给你们 但是最重点的就是 我们希望你们可以配合 真的如果配合度不高的话 你怎样做也好 你说在这一万个人一天也好 你的医院有多几千几万个位置 让这些人进去也好 但是人民的意思还是不懂 他还是不了解 他们不知道说 我们在家里也需要戴口罩 走出外面的时候去外面走 他说外面走为什么要戴口罩 那你不知道你在散步的时候 有一个人走过来的话 他跟你谈话的时候 那时候你又找不到口罩 他也没戴口罩 你也没戴口罩 你可以guarantee他是没有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 我们通过很多方式 尽量去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 让人家去了解 让人家去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很多 就是在Facebook上面 在社交媒体上面 也在于报章上面 不要忽略的报章的报道 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群的 那些退休人士还是看着报章的 因为可能在Facebook方面 老人这个你的手机有多大 你讲你的字体 他们眼睛都有点不好 你再把那个小字再放在那边 他们去看 是绝对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 所以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报章还是成为一个蛮重要的 一个宣传的一个媒体 所以我觉得整个东西 就是啊 就像啊 radio啊 等等 这些都要通过 所以在哪一个地方 如果需要我们 我们会尽量去协助他们 那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啊 这个我们市民的 他们的 对整个东西的这个意思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才 从这种意思方面 你才可以提高到他们的一种数字 嗯 是 所以说这个 当你提高到那个数字 你要传达的话就很容易了 他们不会以 negative的方式来看你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 最容易向人家讲这个 这个病毒的 就是从 COVID-19的时候 那时候只有一个病毒 那你变成Delta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你整个SOP要换 你不换的话 你病重了 对对对 所以以前说 OK 当你那时候 你只要 只要你有Social Distancing就可以了 现在不可以 你要通风 因为Delta 所以整个 整个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在我们这一块 我们就尽量说 OK 我们要怎样 以最 经济 OK 最主要事迹的方式 让这些商家 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 因为生意已经很差了 你要叫他们 在做的一些 还要去做Ventilation 还要去做这些等等 有一些是负担不起的 其实我们下去看的时候 我们也顺便告诉他们 怎么做 以最基本的方式 只要你把窗口全部开了 再装个风扇 风扇100块 OK 所以你就把风扇打开 整个空气就开始流通了 对呀 然后就把这个 所以这是 这是我觉得 在于我们在 各个方面去走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便去跟 当然你如果去的时候 不要那种来势松松那种 很像带一个大船 就要去打仗那种 所以第一个人家 对你的那种 Presentation 第一个他就觉得说 他对你有一个距离了 所以重点为什么 我本身也要下去 因为你要把这个距离拉进去 跟市民的那种沟通方式 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要经过沟通的 可能他对你很不满 但是通过 人家说 见面三分情嘛 对不对 所谓的SOB等等 他也是要去 让人家有一段的时间去实力 像这些 刚才市长提到的 这些防疫措施 其实都要根据 现在当下的这个疫情 来做出调整 就需要具有很多的这个伸缩 所以其实很多的 你们还有记得一个事情吗 什么 在几个月前 当我开始说要用Face Shield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人用Face Shield OK 你们还记得这个事情吗 记得记得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评语说 可能就是因为我代理了很多Face Shield 卖不出去 如果你们没有记错了 我告诉你 我是卖布的 没有卖Face Shield的 所以我送布给人家的话 人家不会骂我 我送月饼给人家 才会给人家讲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在这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很多人不去了解整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做Face Shield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把这个事物拿过去的话 你还记得每一个人都会在讲话了吗 他们把那个口水 他一开口的时候 那个口水一碰的是 我跟你讲 那碗面都有加些料料 所以我们为什么 我们要Face Shield 而且我还很 我直接就跟他们讲 我一个Face Shield以前是十多块 到现在已经变成几块钱都有了 所以我说不要紧 我也不要加进增加你们这些小贩的那种 多一些费用 所以我们肆意会买了送给他们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所以你开始的时候 人家只用一层 我们用了一层 我们叫人家鼓励人家用Face Shield 但我看他们自动自发 在用的时候我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他们对自己 要保护自己的那种能力已经增强了 他们真的说我要保护我自己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为什么你再看过年过节 我们都会去送一些小小的礼物 让人家 其实在那一方面 我们也顺便去听民意 他们这些所谓的 他们对整个东西的看法 然后也去跟他们谈这些东西 让他们更了解 因为你去到的时候 加节的时候 大致上都有带一个心情 所以不可能人家到加节的时候会骂你 绝对不会 所以当然你又送他东西的话 他更不会骂你 所以我觉得在于这个方面 你就可以听到很多 会跟你把他们的心声 或者把他们的经历告诉你 那其实说到要遵守SOP这件事情 我发现其实有一些人 持的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说 觉得如果你执法严厉一点 那大家当然就会听话 好过你们宣传大师 就是口头的去劝说去教育 但是我们都知道嘛 如果真的执法起来的话呢 民间又有别的声音了 那 Thomas你怎么看呢 我啊 可以剪掉 因为在这个宣传大使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是新加坡那边 你说新加坡执法不够严厉吗 我觉得非常的严厉 偷烟 你只要乱丢烟头 罚款 基本上罚款什么 全部都非常的严厉 可是还是有人在继续的 这个去犯规或者犯法 所以这个东西 是我个人的看法 真的是公民意识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 你就算今天有 十万八千个 十万八千个这个执法单位 这一秒钟 他出现在你的面前 sorry sir 下一秒钟他不在 oh bye bye I decide myself 所以基本上 执法单位会出现的这个时间 我个人这样子说 非常的短 只有那一段时间 当你看到警车来的时候 我明明在讲住电话 开住车讲住电话 随时那电话都给我放下来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心态 对不对 可是警察一过 哦没输了没输了 我都可以说了 又倒回原型 所以这个东西是永远是不会足够的 当不会足够的时候 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去执行这个东西 所以公民意识为什么这么的重要 也是我们JCI每次强调的这个公民意识 积极公民 所以多么我也会在JCI这么久 明白 那其实执法 为什么还没有到年龄 他是说他是好公民 他是好公民 好公民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执法这件事情 的确目前这样想起来的话 好像治标不治本 我们还是要从最根本的问题去解决 意识对教育的部分去做发起的 那其实说到这件事情 我们要回归到你们的宣传大使的工作了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是去到很多的地点 去进行一个劝说 去进行这个巡视 那发现有人没有遵守SOP 贴太近 就跟他说保持社交距离 口罩没有戴好 就跟他说戴好口罩 那你知道因为你们来嘛 那自然的就是口罩戴好 社交距离赶快给他分开 赶快执行 没错 可是你们一走了之后 你们会不会担心说 他们又会打回原型呢 一定会的啦 这么直接吗 你们会不会就是再回去巡视呢 对再回去从一个地点这样子 那个会交会交要打古近人的防疫意识是一还是二了 对 太惨了 不要戴口罩的那个泰国有一个video 不要戴口罩的slap他 他好粗暴 没有啦因为这个是这是个人的意识啦 如果是说长这么大了还要总是人家去教他 人家跟他讲一致了他还是要 那个人真的是我觉得他这个人个人的意识 他还不会他不怕 不怕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教 所以说小孩子我们还可以说从老师那边从小教育开始 对 如果是大人的话 我们这个真的是 如果你在讲两句的话 他脸黑黑看你 他站起来都比你高大 你怕吗 怕 所以会教你在你们在巡视的时候 你们还是会会重复就是回去同一个地点去看说 这个民众这个商家有没有好好乖乖的遵守这个sop吗 他们看到我们多数看到我们去都是非常乖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那个业者啦多数啦多数相当配合 他们也怕啦被罚款一万块 然后我们的咖啡店就是说有的咖啡店的就是市民 他们会做一座本来是可以做三个人 他们可能是说哎呀不要紧啦就做四个人 这个就是有一点违反啊 你去跟他讲啊他讲不要紧我们是一家的 然后他会跟你讲我们每次在一起的 那你怎么打回去他还是跟你讲这一句话 我们是在一起的所以不要 有的人是非常的配合 他就讲可以可以他们就自动很自动的就移开去另外一座 这个是个人个人个所欲啦我们是 不过会教我们蛮好奇的哦 因为你看起来就是很善良嘛你知道吗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好笑 哈哈哈就好好小姐的样子啊 如果说遇到那种比如说不用紧啦 没关系啦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好就是面对这种人的话你会怎么样去劝说他们 如果如果市长我们每次出去损失的时候都有市场了我就会叫 市长 哈哈哈 又推给市长哈哈哈 哈哈哈 市长的脸真的很好用我发现哈哈哈 哈哈哈 那很好奇你们除了用口头提醒还有一些宣传反应的措施之外呢 你们还计划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来提升民众的防疫意识呢 哦 其实我想要我们有刚开始的时候就像上个星期我们就想要做一个牌 就是说我们不讲话了我们就是几牌这样去戴好口罩这样子 嗯 如果是说那个 等一下那个人告诉你他不认识字你怎么办 哈哈哈 图案图案 哈哈哈 图案可以 图啊图 图案啊 图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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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这不是这个计划 就是大致上我们都会follow up的 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东西 这句话 以独共存 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一个误解 以独共存不是说你尽量放松 你明白吗 就是说来来来 我们一起生活 他不是这样 他是有condition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说 你们都讲以独共存了 为什么不可以出来 为什么还要戴口罩 所以我觉得不要误解这一个字 叫做以独共存 就是说独存在我就存在 我可以告诉你独是存在 你可能就不存在了 当独战胜了你 你就不能够共存 因为你没有做好你那一部分 这个独是无所不在 所以唯一能够共存的 就是把你的SOB做好 这个是重点 当然要种我们的疫苗 如果有booster的话 你qualify的话 也要打booster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口罩 口罩一定要戴 你不管你在家里或者你家里有老人家的话 其实我们的桌子 我就以我的家庭 我的桌子是可以坐八个人的 但是从疫情开始的话 我们就会把整个桌子让给我妈妈做 那我就拿了菜去别个桌子吃饭 当我们去我妈妈的房间的话 我们都会戴了三个口罩 然后戴一个face suit 尽量没有那种接受的记录 然后我带我妈妈去散步的时候 我跟她保持一名的记录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久而久之 她就会这个所谓心肠 她又会变成一个生活的一种习惯 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去觉得说 共存那种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不要去挑战它 因为像我讲的 在战争的时候 你听到爆一声 每个人都逃命 每个人都躲起来 每个人都逃命 但是当我们现在在跟病毒打仗的时候 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跑出来 那是我觉得我今天不懂的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 可能就是他们不知道他的利害关系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上个星期 才四天而已 我失去了我一个亲人 然后就是 而且它就是太快了 整个SCO2的Oxygen 就是降落下来 就是降落下来 而且那时候你也不能够去看他最后一面 你的家人 OK 这个呢 就是你作为一个家庭一分子的责任 那你要讲更伟大一点 要保护我们的杀劳业呢 OK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一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止你要像刚才Thomas讲的 要关心爱心 我觉得重点关心爱心一定要有 但是一定要做一个有责任的人 好 那其实我们说到防疫一件事情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要松懈下来 然后就像刚才市长说的 大家也不要误解 与毒共存这句话 好像就是说 就是这句话就是变成了你 松懈下来的一个借口 那我们发现说现在 其实看到很多的一些场所呢 为了要做好防疫这件事情 我们看到是寄出了非常多的措施 然后也鼓励民众 你一定要接种疫苗 完整的疫苗 你才能够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现在与病毒共存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好像有一些场所 还是提供这个手写部 老实说手写部这件事情 就让很多的一些民众 是蛮诟病的 就觉得说 这会不会成为一个防疫漏洞呢 因为如果说我今天 没有接种完疫苗 或者是我完全没有接种疫苗 我只要通过手写部 我就可以进出这个公众场所 市长你怎么看呢 你觉得手写部 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我本身的看法 我觉得应该 这个手写部应该要慢慢要投胎掉了 因为就是说 如果你要手写的话 那你还要一个人站在那边去看他的手机 既然他有手机的话 那我根本 你干嘛不要刷 对啊 你既然要用电脑的话 你还需要一个人去操作的话 那你就坐在那边好了 不要做了 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不用脱扣放屁那种 有没有 所以我觉得刚才 当然我们在讲说 除了这个口头上的提醒 跟这个宣传防疫的设施 我们接下来 OK我们当然有我们的这个计划 社交的大使 然后接下来要做什么 那我现在把 要把community跟他换成一个 也变成一个information 就是说当你可以进去看整个 他的那个所谓的information 就是说当你中COVID的时候 你应该怎样 或者是说 就变成一个资料库 大家就会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资料库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吗 看得到 对 所以他整个资料 你看 这些 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去 OK 除了这一点以外 我们也会现在在筹备着 我们就是要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好 现在你是独家 谢谢市长 OK 你可以看到一下 这是手册 手册 手册 OK 所以这个手册将会以英文跟华语的一些方式来呈现 那就是说 当然我们不是说为了印了疫苗 等一下等一下说 是不是你有印过公司 你又赞成那种 所以我们是印黑白的 最优惠的 最便宜的 但是最有效的 因为我们只是要给大家一个资讯 所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到 所以我觉得 再次讲到就是说 这些我们会通过很多方式 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以前在放这些 这些所谓的海报 在放这些标准的时候 能够让人家得到这些资讯的话 我们尽量去做 尽量去做尽量看办法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我们都会继续在做这一块 来到节目的最后呢 真的非常开心 今天可以邀请到 古今男士市长黄红胜 来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当然就还有 Thomas还有 会交作为这个社交距离宣传大使 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他们的工作内容 还有一些防疫 对一些工作 那最后呢 也小小的问一下好了 就是帮听众问Thomas 就是你们的这个宣传大使 你们的活动会进行到什么时候啊 会进行到时候啊 其实目前还没有这个定论啦 因为疫情也还没过去 这个病毒也还没有完全的消失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必须要继续做下去 为什么以前在以前没有这个疫情的年代 我们自己都有在家里都有基本的尝试 只要有商风特售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拿自己的饭菜 自己去旁边一边吃 不会跟家里人一起吃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也会传染的 所以这个方式 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的简单 所以这个东西是 应该是继续下去的啦 是好 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通过今天这期节目 可以更加的了解 我们古近南市的社交距离宣传大使的 工作的这个形式 还有他们面对到的一些挑战 能够多多的体谅他们 最重要一点啊 在反应期间 还是希望大家心里有爱 好了 不要谢谢三位 收到我们节目 谢谢三位 谢谢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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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